原标题不满赖清德与工商业界吃高档早餐,劳工丢馒头抗议 台湾网12月12日店 今天12月12日上午台湾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以所谓早餐会的形式 在台北花园酒店集体会见台湾企业界负责人代表 这也是赖清德上任以来首次与工商界人士进行会见座谈活动 不过由于赖清德近一段时间内发表所谓基层人员工资低就当作功德等其谈贯论 并支持修改劳机法进一步限缩劳工休假时间 引发岛内舆论对于赖清德在劳资争议问题上立场是否过度倾向资方的怀疑和不满 在今天早餐会举行期间也有不少劳工在会场外抗议 他们纷纷表示酒店里的赖清德有高级早餐吃 可劳工每天的早饭就是满头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网站报道 虽然赖清德在早餐会上宣布出席的台湾企业代表已同意自愿涨新3% 不过会场外的劳工抗议团体对此却不领情 他们认为此次早餐会可能会让台当局进一步向资方倾斜 接受他们长期以来关于进一步提高劳工加班时长上线的不合理要求 此外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岛内工营事业和民营企业频频出现解雇事件 而早餐会对此议题却毫无提及这也让道场抗议的劳工团体感到愤怒 在抗议活动最后劳工团体代表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馒头向会场丢纸表达愤怒情绪 他们解释道用人馒头的心事抗议就是要告诉赖清德 普通的台湾劳工吃不上酒店的高级早餐只能靠馒头果腹 据相关资料显示赖清德与工商界代表进行座谈的花园酒店号称台北西区唯一的五星级酒店 其内部餐厅供应各国高级料理并拥有全台最专业的牛排处理设施 此前与赖清德同属民进党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也因喜好享受法国大餐汉顶级葡萄酒被台湾媒体通缉其生活过于奢尼 无视台湾岛内名声凋敝的现实海外网离可于责任编辑张言 6cke亭 5 6 6 10 7 6 7 1 7 7